来这个美丽的小村子两天了 今天给大家拍一下这套改造好的小院子 就是这栋十栋房子 从外形上看跟我们平常拍的都差不多 但是走到这儿啊 小栅栏这儿就看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了哈 看这个小的庭院灯 这都是太阳能的 就这小院哈 对进来吧 这是他们改造好的 这院里面 有花池假山 这里养的几只鲤鱼 养鱼了里头 是个小景观 这小院其实不大 有个多少平方 三四十个平方 这只有三十个平方 三十个平方那么小 这小院都不大 对面呢又是一个天然景观 就是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拍的那个一条大河 还有这个龙固山就在这儿啊 天然景观也非常好 它这院子都不大一点 就这么大个小院 然后这是一进门用这个红砖 这是马路砖吧 马路砖做了一个造型 然后大理石贴边 小院子里头呢 就是用那个鹅卵石弄的 打了一个小鱼台 然后后面种了两颗石榴 种了几个就是植物吧 在这个院里面就没有弄那个 就是户外的那个桌子 其实这个鱼池啊 可以就是顺着这个墙边啊 是不是啊 顺着那个 对放到脚那儿 然后顺着墙边去做一个这个小鱼池 就更加的随性啊 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弄一个 小凉亭那样的 可以坐在这儿吃饭的是吧 晚上嘛又有庭院灯 而且你看这个大山的景色多好 晚上的时候 有蟲鸣 有鸟叫啊 深山里的呱呱唧唧的叫声 对对非常漂亮 没有弄桌子是很遗憾的 郊东地区比较传统的民宅啊 它是一个带厢房的 一个三两间屋 两间屋然后带厢房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厢房吧 看一下这个厢房改造的是个啥 平常看到的这个厢房就很破 那就是因为没有改造好嘛 它这个外墙都做过 这个贴的是一种外墙漆 哦是个厨房加餐厅啊 这是它一个厨房和价餐厅 你看像这种厢房 他们改造的这个厨房 多好这个厨房 纯净水 抽烟机 煤气罩 这和咱们家里的厨房 没有什么区别啊 非常好的一个厨房 这边虽然没有通天然气 它用的应该是个煤气罐 煤气罐 藏在这个柜里的 你看 这个煤气罐 是吧 就藏在这个柜里的 水呢 就是山泉水 这就是一个餐厅 这边厨房做好了饭 坐在这吃就行了 挺干净的啊 这就是个餐厅家厨房 有个冰箱 这空间还挺大的啊 就一个小厢房 它做的 利用的还是蛮好的 老张一把那个门打开了 进来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一个套间 咱们就看这一间 这间是一个 地面这个装饰画 装饰了个装饰画 然后一个大地垫 这应该是个套间 左边这间呢 是一个小房间 可以再放个床啊 什么的啊 还有暖气呢 看它这个墙顶 都是用的这种装饰板 现在啊 用这个装饰板 是非常合适的 操作简单 经济实惠 看看这个 哇哦 挺好的吗 一间卧室 整个是一间卧室啊 很干净很舒服 对 整个房间装修的不错 再看看大家 这是分离的卫生间 看看大家关心的 这个卫生间 马桶 是不是也是现代化的 都很方便 抽水马桶 然后有太阳能的热水 不间断的有热水 然后外面呢 是一个干的洗手台 这和咱们在城里生活的 是不是基本一样 这个改造好了 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 屋内的一个装饰啊 老张像这样的房子 装修下来 得多少钱 房东说了没有 说连房屋主体 在内部装修一共八万块 八万块这么便宜吗 对 我听他说 这房子不是都重新盖的吗 重新盖起来 这个房东他有一点这个土建方面的基础 他很多活是自己干的 所以说听起来就便宜点 那整个咱们小院的话 这个面积有多大 一百多个平方 差不多 对 这个是建筑面积 加上小院面积 加起来大概在一百平方左右 一百个平方装修下来 如果是按照咱们粉丝 他们就是淘的那种院子 完全就是找工人操作 自己不参与的话 你觉得十六个翻一倍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 因为粉丝都比较关心 说那种土房子看了都没法住啊 我们要是装修的话 得花五六十个 七八十个 没有那么多 就网上猜的都没办法了 就是这个价格高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啊 大家远远的是把这个城门想的是过于高了 是吧 装修啊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 最主要是一个设计 然后呢 自己如果是有这种设计方面的一些心得 都装用过房子嘛 想要怎么弄 像做成这种样子的话 是十来个就下来了 对 那今天给大家拍这道房子呢 就是解开大家心中的这个疑虑 大家不用担心 老张小院呢 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城里比不了的 就是它所在的这个自然环境 是吗 自然环境啊 是城里所没有的 还有就是空气的质量 对 每天晚上你可以在小院里看星星 在城里哪能看到星星啊 是的 as都贮大蛇呢 下架了 穿上 dign之后 这才能干ано Whis�� monde 每天